現在不少失收的舊樓 業主想聯合出售整棟樓宇都會面對不少困難 為了加快舊樓重建 市建局推出促進者先導計劃 協助業主集合業權出售 市建局主席張震遠說 市建局不會收購申請重建的物業 以保持中立和公信力 他說由於收益歸業主 市建局不會用公帑協助業主安置或者補償租客 如果不能夠拿到一半業權同意的樓宇 市建局也不會協助重建 市建局會與業主簽訂合約 如果未能夠履行協議 任何一方有權退出 以免項目無了期拖延 市建局會先收取2萬元的工作費 如果舊樓業主已經集合一定比數的業權 並且處於聯合安排出售的成熟階段 就不符合參加計劃的資格 香港歡頻尼斯記者郭榮詩報導